欢迎收听海外赛事攻略 时间过得很快 皇家市局赛期来到最后一天 一级赛举行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欺怜致庆赶马日 七场赛事转播来香港 没错,名字好像比较长 前身是专器赶标或白金器赶标 这场短途赛一级赛跑平坊都挺均勢的 不过近期英国短途赛事战区的整体实力不太高 今场好像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看完第一天飞着都可以这样横扫 可能今场都会比较连局 不过今场没有飞着 当晚也会播出七场赛事 先看看赛程篇排表 没错,七场赛事 有了一级赛 女王伊丽莲致庆赶标 名字比较长 跑第三场 其实夏域赶标 也是一场观赏价值很高的赛事 跑比较长途 二级赛 卓斯咸赶标是头场 之后还有宅西赶标 屈敬咸赶标 出马很多 金门赶标 尾场就是大长途 阿力山卓王后赶标 下来是S5 因为是第五晚赛事 一至七场 阿力山卓王后赶标 用了整条跑道 四千三百三十米 这场欺年赶标 相对上 刚才说了 可能都比较平均 不过是阿士哥 1200米赛 都看得似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很多大赛 都是跑直落一条 正如英联帮杯一样 都是跑1200米 直落一条 最重要就是 看看当天的场地 究竟是否保持干快 还有会不会外档 会尝封一点 因为是最后一天 都踩到场地 都很难 有些位置 直落一条 去到终点前 有点上车 好 看看今年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欺年致庆錦标 参截马名单 较为触目点 湖畔乡镇 都很多级制赛冠军在手 另外力量 去年就赢了英国冠军 短途錦标 后期之首都有磨坊村 最近都赢了若克公爵錦标 结盟跑第二 华府高地 今季 今年都有级制赛 华洛 另外猛霸飞进 刚刚赢了格陵蘭錦标 古湖 亦是主要 今年都两战全勝 堅信 都是短途赛的常客 另外同法斯 最近都在维多利亚杯 贏马 竟然美艺力量是最高评分 所以这场赛事 大家熟悉这匹马 第四是上年尾 他贏的 先看看参考赔率 美艺力量 到底会否受足那只 还是其他马 如果你看初步赔率 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 哪只很突出 包括湖畔乡镇 磨坊村 猛霸飞进 加上古湖 也不过十倍 但是十多倍 也多 近期好 譬如结盟 铜法斯 华府高地 这些有飞的马 坚信也是受到注目的马 刚才介绍了一只 乐于座人 上届盟主 但高冷卢 21倍 但上届盟也是冷卢 很冷 当地一倍80 所以这个时候 热了一点 不过同主又不止这一只 但是这场赛事 看赔率比较平均 如果看战线 赛前去量度马 我们从上年开始看 刚才说美艳力量 是最高分的 终于都被他赢回一场 高水準点的赛事 吸制赛 这场其实有点看他不起 可以让他赢 之前的近期好像不一样 但是这场不同 放在前面走 是不是场地有些帮助 连湖畔乡镇都搞得好 终于都被他求到一场谷温 湖畔乡镇打算赢 总的前辅给他回回 都挺出乎意料之外 这一级赛 好像认受性 以往都很高 但是刚刚这只灰马顶到 湖畔乡镇又赢不到 暂时分量比较高 但是相隔了一段时间 湖畔乡镇又热身 美艳力量 刚才参陪 亦都比较冷落 看看国际评分 这场赛事有没有参考性指标 如果高分的表现都是比较好的 比较早几年 南海角那些是短途王者级 落于座人上阶 不知怎会爆得那么厉害 上阶有108分爆了冷门 刚刚说到湖畔乡镇 未热身 而且这次用黎英阳 会不会有些影响 虽然黎英阳也赢过 李洛斯这样赢过 不过马跑过两次赛事都输 可能有时还未热身 或者经常说 金国赛旗 有些马没有大途理 旋进轨迹那些 差很远 差很远 所以看马跑不合 不过这条战线很重要 要看约黑公雀錦标 因为今季赛事 亦都对照这一场 所以很多马有份跑 很多马有份跑 磨方村 杰盟 华府高地 大余大摆 其实磨方村 美亚力量都有 在这里 他很早要骑 好像开始无法反应 去到末端 越骑就越有 在洛篮追上来 跟他结盟一起 不过我怀疑 去到欧洲平地马桂初的时候 马的状态可能都差点 他可能好少少那只 结果赢了回来 但够不够 最终在这场一级赛 因为始终刚刚那场 好像是慢慢紧 这次也是 但是变成一只马 始终未有公职 还有我觉得 这只马的身形 比较小 看看这次能不能发挥 希望吧 正如我们 接过开始所说 现在英国短途赛 好像没什么实力 摆在那里 看看会否接到班 有些数据参考下 近五届赛事 海外大热门的成绩 好像也不错 除了前年 家事国事 跑得不頑点之外 起飞黄旅 这些叫做入三甲 楼莲梦竟赢了 全而求真 都入到三甲 魏南海国 刚才都说了 短途王者级的表现 也都相当之好 近五届 家事国事比较差 其他都入到三甲 因为那只澳洲马 打算赢得赢得 结果失准了那一场 刚才说了 上届爆了冷 落雨助人 今届这件菜衣 不止这一只 还有一只猛霸飞翔 爱尔兰那边过来 上一场也跑得很精彩 美艺力量都在 结盟那些 其实这场也很厉害 他落后很远 还有 跑第二是一驱霸主 我们刚刚也跑得好 金国赛奇第一天 第二 来到这里 都滋滋作作 现在才摆成唐太 一驱霸主 压过美艺力量 打算到了 他说 但终点前就飞到 屎宾沙的跑法 这些是一贯 永远都是 去到最后二三百才爆一段 爆到上来赢 短途就有益 还有马铃转了马房 尽程好像又再升 因为他很年轻 只有五岁 马 马士谷马场 对这类后尚跑法 加屎宾沙 其实都对 不过他排档 排得比较入一点 到时看会不会转位 有一个贊营卡 大便贊营买了很多马 这场一只古湖 在亚加汉那边买过来 但今季两次都赢 近期相当之有状态 这只古湖 刚刚五月初的时候 春季錦表跑得好 这场第二名 大家都很熟悉 弹跳玩具 第三名 是猎魔行动 其实都不差 他这场 弯位都早走了少少 所以没断有少少转弱 但都刚刚好顶着弹跳玩具 今年状态起码来得挺好 连赢了两场 这些马 一定状态 不用怀疑 一转再转 马主 看看是否比较好 你看马主的分布 两岁马一群马 连长马一群马 短途大赛 都希望有些够水长的马 收购了这匹马 但是上一场都赢得OK 我觉得 再看马场 维多利亚杯 这场 虽然不是吸制赛 二班赛 但是铜法师也很厉害 爆炸 追上来 十几只马 不要说很多 但是他在中后段 找到位置 左穿右插穿上来 赢 这只马的状态 都叫来得挺快 当然 对手就一般 祝福他 是者不耐 但是他 没断冲起上来 的势 真的都挺强劲 这次还配上莫雅 我想 发挥这只马 就不用担心 看看会留住一段 会有些惊喜 给大家 因为刚才你说的 都是药祖 没什么事 你起码会跑马场 跑法都对 我觉得这些都是伏兵 但是 之前说的 惠南海角士 几天内都赢了两场 但是今届 赢了一只飞着 就没跑 英皇查理斯三世锦 不过 跑得接近一只坚迅 有分跑 几天前 就跑过第四 今次 跑长一点 跑迁移 看看叶敏富得到 其实他都没问题 因为迁移 他的往迹都挺亮丽 不过 我觉得这只马 可能是一级赛 就不够赢 但是他胜着很斗心 他就怎么都跟你 捋得近 他要干快地 好像来香港 那次又说 地儿有点缜 对他有点不利 其实表现不错 他的跑线 好像都比较不利 我感觉上 他去到最后那几步 一只马都是这样 没什么特别 很强加速力 但是他斗揽之下 或者揽得到 但他又赢不到一驱霸主 正马马非常人 一驱霸主 这个方向大家有点比较 看下来 这次会不会冲冲再出 几天 可否保持体力 拍得好 这场欺漓感表 都很复杂 近跡马 不是某 不过又不是独大 如果选择初选 高兴 正如节目开头说 现在的英国短道菜 大家有点糖水滚糖鱼 我们刚刚看片子没有说 那些结盟 华库高地 其实都曾经跟和方村 那些跑得接近 都有条件是一战 华库高地 其实外八龄錦标 他今季都赢过 今年都赢过 不过我都选回和方村 叫做他之前赢的那场 约克公着錦标 末端是越骑越有 终点之后 勢都挺强的 我认为这些马 应该雅士谷 应该对跑 希望这些当打马 可以一举 是击败了 这些英国的其他短途马 高兴 喜欢磨坊村 起码一只近期有状态 其实看完刚才那场 这么多片段 都不觉得这些组里面 有什么马很突出的 甚至乎你怀疑 一些湖畔香镇 千二是否真的最好 这点都有怀疑 美艺力量那些 可能变化地才好些 我不如拼拼一下 近期有些状态的同法师 起码跑雅士谷 应付得到 今次配上莫雅 如果你说后想追一段 这些马发挥得好的 我相信在这场里面 是有实力 可以赢到马的一只 混乱 但是上届那件粉龙衣 很厉害 今届我不是选那一只 选另一只 猛霸飞胀 也是士奔沙跑 其实这些马 上手马防守 跑过黄值錦标 当时都来输 几个马位很近 但是一千 可能延短一点 还有那只马 当时还未很熟透 你见金轨 转了税 上一场在隔灵栏 很轻松 忍了很久 但一爆上来就有了 正正真是适合马士谷 看这匹马会不会和马主连赢两架 这场赛事 黄家亚士谷赛期 五日赛事都分析了 最后一日赛事 一样 头场九点半开跑 谈完黄家亚士谷赛事 又回到日本 明天同一时间会谈保重纪念赛